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上一次東張西網幫雅女嘗試奪回公屋 但當然是暫時失敗了 現在東張西網就有另一個搞作 就說官堂有個保鞋的覆數 接單保鞋趕不及交貨備軍 客人說辜負了善衫網民反應兩極 東張西網幾年前報道過保鞋像複數的事件 獲得香港人廣泛關注 特別是由漁民方重建的位置搬到小販市場後 不少人看過這個節目 但無名幫助他 不過近來東張西網再更進化個案發現 原來複數近日不斷被人追鞋 客人指複數不單止接單 而且收費全部費用後一直未能預期交貨 令客人常常百行一堂 觀眾向節目投訴複數三宗聚 說他騙財、騙鞋、騙同情深 我們看看這件事做什麼 原來節目播出時 有客人開了群組叫虎主大聯盟 更加商人一起去店舖聲討複數 街坊上前以高聲指罵複數 你不要上電視 欺騙了這麼多善心的人 拿回鞋來 你辜負了東張西網 這麼多人有心幫你 收了無數人的錢 而不做事 你不要利用這個複數來欺騙 不然部分人直接打開複數的多個紅白藍大袋 進行大搜查尋鞋 其中訪問了一個婆婆 她原來住在天水衛 因為同情深將兒生女的鞋 軟赴觀塘幫襯複數 沒有想到 隔了半個月都未能完成三次來回天水衛和複數 都沒有辦法取回鞋 令她的情緒不好 睡不著睡覺 她的直戚 我覺得她的全新鞋人 根本做不切 又要拼命接 黑了我們的善心 而Candy說她 方話連騙 鵝青說把鞋帶回家裡維修 但現場反而找到自己的鞋 Candy說她手臂和口臂都不幫忙 為什麼要打爛她的飯碗 我真的不明白她有什麼苦衷 但你不能再用這種手法去經營 去嚇人 就算被十幾個人圍著 一幅醒 全程沒有回應 只是默默繼續努力保鞋 東窗西望 派出林映輝 繼續跟進複數事件 雖然 在預告中看到複數拖延了保鞋的情況 甚至是脫了單 跟複白有關 看到複白錯誤 不知道是否有難言之隱 網友對於複數的反應也是兩極的 一方面有些人同情她 有些人都說她不對 究竟怎樣呢 我們看看東窗西望進一步的報導 好 是 在這裡 都說一到 無論你的人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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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